WTT球星挑战赛布达佩斯战 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WTT欧洲夏季系列赛中的首项赛事 WTT球星挑战赛 布达佩斯战将于7月11日至17日 在布达佩斯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来自世界拼盘的超级巨星们 已经齐聚于此 蓄势待发 男单方面 中国球员马龙无疑是最为重量级的球员 作为本次比赛的头号种子 他期待拿下自己的首个WTT赛事男单冠军 作为被业界认可的史上最强男子乒乓球选手 他希望能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 赛场冠军的滋味 今年3月 马龙曾强势闯入WTT新加坡大满冠男单决赛 现在的他已经为夺冠做好了准备 2号种子梁静坤将成为马龙的有力对手 在WTT新加坡大满冠半决赛中输给马龙之后 梁静坤期待在布达佩斯实现突破 并搜小他在世界排名上与马龙的差距 卡尔德拉诺巴西卫列赛事3号种子 2021年世平赛亚军特莫雷加德 瑞典卫列4号种子 莫雷加德2021年曾夺得过WTT常规挑战赛 布达佩斯战男单冠军 5号种子林云如 中华台北和6号种子张本志和日本 也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上个月 林云如在萨格勒布 赢得了他的首个WTT常规挑战赛男单冠军 张本志和在今年的两战WTT赛事中都提前出局 本次他将力球突破 其他出战的选手还有7号种子约齐克克克罗蒂亚 8号种子奥恰洛夫德国 9号种子秋党德国 10号种子阿努纳尼日利亚 女单方面由陈梦领衔 几个月前 他夺得了WTT新加坡大满贯女单冠军 此次出战布达佩斯 身为奥运冠军和世界第一的陈梦 将成为其他球员挑战的对象 挑战陈梦绝非易事 需要有强大的实力和出色的发挥 但其他女选手的总体实力不容小觑 2号种子孙隐沙和3号种子王曼玉 在过去一年内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都在WTT新加坡大满贯中 遗憾地与冠军失之交臂 孙颖沙与王曼玉将向队友陈梦发起挑战 女子世界排名榜首的争夺也将趋于白热化 同时 4号种子王亦迪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两位日本选手伊藤美成和早田希娜 分别位列5 6号种子 他们此前军获得过WTT常规挑战赛的女单冠军 此次在布达佩斯 有备而来的他们必将在赛场掀起波澜 德国的韩盈位列7号种子 今年3月他曾杀入过多哈球星挑战赛的女单决赛 并有出色发挥 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位列8号种子 去年的WTT球星挑战赛多哈战他曾获得亚军 其他种子选手还有9号种子的迪亚兹波多里格 和10号种子杨小新摩纳哥 双打方面也是高手云集 法国组合勒贝松 袁嘉南将作为混双头号种子出战 志在拿下他们 在2022年的第二座球星挑战赛冠军奖杯 世界冠军孙颖莎 王曼玉组合位列女双头号种子 日本组合宇田姓氏 互上损辅位列男双头号种子 WTT球星挑战赛不达配思战资格赛 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行 7月13日开始进行正赛